這個 我們頭上往前一推 這個地方就是法治嘛 對不對 其實它也是豐富雅門的位置 正中間這一條叫都脈 然後呢 我們刮到大椎穴的下方 再刮到第三胸椎這裡 找呢 很好找 就是你找到 第六椎 第七椎 下面就是大椎 大椎下來這個骨頭 就第一胸椎下 然後再過來第二胸椎下 再過來就第三胸椎下了 第三胸椎下我們叫伸柱 所以呢 我們從這一條啊 就這樣給它刮下來 那刮的時候呢 我們油要用平均 不要說有的時候有油有的沒有 那麼這樣刮的時候呢 稍微要扶著它的頭 不然它會搖來搖去 我從這裡刮下來 這個呢 嗯 會有一點痛 讓它有一點粗沙 不用粗很多 因為它會有一點點粗沙 很快就退的話 是不是隔一兩天還可以 只要沙退就可以刮 對 沙退就可以刮 那我這樣就是觸沙了 但是呢不是很嚴重的觸沙 你看有一粒一粒的出來 紅的就是觸沙了 這個呢是從我們的這個叫做豐富雅門 到第三胸椎下 是第一條 那第二條呢 是從我們的這個叫兇所努力 這個叫刮到監禁 這個叫刮到監禁 等一下 Sorry 可是看不到 我是不能坐下 我不能坐下 我是能站著 坐下有你在旁邊 因為我把椅子拿開 真的喔 你很開心 我怎麼怎麼擲到 所以我有說 你有說 說一句當中 你看喔 我們刮的時候 就是要順著這個方向刮下來 老師這現在是向三的向五 向三 向三就要四壽三那邊 這樣了解喔 刮到監禁 我們不用刮很多沙 就是意思給它刮就好了 那當然治病的時候 要稍微觸沙一點 然後從這一直刮到這裡來 那這個地方叫監禁 這個下方叫監禁 那麼我們也可以刮 最好呢 是叫它衣服都脫下來 你要脫齁 很聰明 不怪你好說滕翔 好嗎 好嗎 我這樣 我們可以這樣 這樣刮 比較好刮 好嗎 觸沙 這也要給觸沙 他要這樣 我就要給觸沙 這樣比較好嗎 老師 等下你示範好 好嗎 好嗎 當然可以 當然可以喔 你們互相操作啊 我就怕你們不操作 其實你們操作我好高興 但是你們離我中心又太遠 是不舒服嗎 我怎麼這麼紅嗎 它是稍微有一點 那如果到我中心來 你們就更方便 我們有床位還有鏈子拉起來 對不對 你們在裡面怎麼拖我都看不見 對不對 大家這樣就好了啦 好 但這個沙會退的比較快一點 好 那麼再刮那一邊 好 下來齁 一直到這邊來齁 這樣刮到我們的 這個 這樣會比較痛 嗯 刮久了就會出傷 要有耐心 然後呢 再刮到接雨 這樣叫做向三代 對嗎 然後向五代呢 我們可以從它的第三錐 掛到這裡來 再刮這一條 這條就要這樣刮了齁 它才刮得出來 攀開零點五寸 攀開零點五寸 好 這樣子齁 然後再刮這一條 要昏倒以前要告訴我齁 為什麼會昏倒 有的時候 會刮到它很痛 然後會受不了 有的會昏倒 那那會昏倒又怎麼處理 昏倒就把它抱起來啊 對不對 然後口對口人工呼吸 哈哈哈哈 對嘛 掐人鐘嘛 可是瓜哥 不是血去情緣好 有的原因嗎 心情很痛 痛 所有血都集中到這邊來 哦 沒有在頭上 對 有的人心臟不太好了也會 血壓很低的也會 高也會 對就是看 要看情況啦 有的時候 心情不太好也不行 昨天晚上被老公罵 心情不好 也不太好 那這個叫 一代兩代三代四代五代 這叫向五代 這樣會嗎 那你們對話 好